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美俄亥俄级潜艇抵中东 中情局局长防以色列 美国中央司令部5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称 一艘俄亥俄级潜艇抵达中东地区 此条信息已得到美国国防部的证实 该潜艇具有动力和核导弹能力 现已驻扎在伊朗附近 据悉 俄亥俄级潜艇通常配备弹导导弹舰队 是美国海军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国际水域发挥威慑作用 美国军方极少公开其弹导潜艇舰队的动向或行动 美军此次公开宣布部署核潜艇 是对伊朗及其该地区的代理人发出的明确威慑信息 另据《华尔街日报》称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 5日抵达以色列 伯恩斯与中东有着长期联系 他此行计划就加沙局势 人质谈判等领域进行讨论 布林肯首访约旦河西岸与阿巴斯会面 国务卿布林肯5日抵达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 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见 此次双方会面不足一小时 且未发表声明 布林肯的此次访问是本轮巴以冲突以来 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首次到访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总统发言人纳比尔·阿布·卢戴纳表示 在持续不到一个小时的会议上 阿巴斯告诉布林肯必须立即停火 并应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 会面结束后 布林肯飞往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会面 总统大选前 选举官员获先离职潮 投票权力组织和多个州的选举负责人近日警告 在明年总统大选前 关键州选举官员的离职潮 获将给全美选举系统增加新的压力 根据追踪离职情况的非盈利组织 一提一的一项地区案例研究 在11个西部州 自2020年11月以来 仅一个地区就有160多名地方选举官员离职 官员们表示 选举工作人员继续面临 一连串的威胁 骚扰和党派干预 纽约马拉松记录被打破 2023年纽约马拉松5日名枪开跑 埃塞俄比亚名将塔米拉特·托拉以2小时04分58秒率先冲线 首夺大满贯赛事冠军 并打破了陈锋12年的赛道记录 中国选手贾俄人家2小时16分50秒完赛 获得第15名 肯尼亚的海伦·奥比里继今年波士顿马拉松折贵后 又赢得纽约马拉松女子组冠军 她的夺冠成绩为2小时27分23秒 股神巴菲特巨亏于120亿美元 巴菲特旗下波克希尔哈萨伟公司近日披露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净亏损127.7亿美元 为今年以来公司首次季度亏损 亏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股票投资组合中 苹果公司占了大部分 这家科技巨头的股价在第三季度整体下跌了大约12% 今日X趋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登上趋势榜 原因是他接受采访时称 想邀请前总统特朗普到乌克兰访问 亲眼看看俄罗斯在乌克兰造成的危机 据悉 特朗普此前一直尖锐批评拜登政府对基辅的支持 韩森表示 如果他重返白宫 他可能在24小时内就结束乌克兰危机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您的观看